大家都很害怕 随便大家都抓住别人就 就在发抖走 刚才那区长有讲 他就尽量赶在八点前完工 让我们回家 天都黑了却回不了家 雨气中满满的忧虑和惊恐 因为花莲强震 桃源巴德的三原基地大楼 枪壁严重军烈 地上碎瓦堆成小山 施工人员甚至出动 水泥推车及山貓车整顿现场 我住七楼 又有里长又有广播 然后那时候请我们里面 照这个活动中心来 55名忐忑不安的住户 市府紧急启动安置作业 市长张善政 领着建筑师及土木济师 替三原基地市民渐检房屋 最终也得出结果 我们看的结论是说 看起来建筑屋的整个结构来讲 没有伤到筋骨 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皮肉伤 确认主结构安全无余 但是严重损坏的墙面 看了实在触目惊心 现在只能从不严重的入口进出 即便市府搭建安全廊道 这条回家的路也好难安心 欢迎闻成名 可贯成系爱权桃园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